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见到大家 这次小兰叫我去她那边 说是遇到了很多的钻石 还是液体的钻石 这倒是令我很感兴趣啊 直接带上我的好装备 直接出发吧 发财的机会可就是摆在我面前啊 这边奴婢和村民急匆匆的去哪里呢 难道也有什么好事情吗 跟着过去看看吧 就是这里吗 不靠 这也太夸张了 水池里全是绿宝石 那边还有全部的黄金 真是令人大开眼睛啊 他们两个同时获得了好多的财宝啊 这已经也太少了吧 我也想要这么多的好东西 反正带着绿宝石黄金走了 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那边不是小兰吗 这么说她也发现了钻石的水池 这个更加值钱 我也过去瞧瞧好了 就是这边了吧 火然啊 超多的钻石 根本拿不完的呀 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吧 看都没有 我身上直接就是钻石装备 为什么也太豪气了 真是羡慕啊 我现在也要去获得钻石套装 那么直接跳下去就可以了是吧 什么情况 好多苦力怕 新的一天开始了 在这个树林里寻找宝藏 确实比较困难 不过怎么才能够找得到呢 那边的钻石居然直接立在了地面上 真会太好了 还这么大一块 不过那个蒙面的小偷 看样子要打坏主意了 你别拿着这么多啊 留一点给我啊 糟糕 发现我 快跑快跑 你够站住 今天我要好好修理你 这个家伙跑得倒是挺快啊 这是个什么房子 非常的迷你 他住得进去了呀 住在一个方块里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让我想想办法 先到附近的矿洞里面 寻找一些铁矿 这边呢确实不少啊 那我就顺着多挖一些 很是适合我的呀 前面还有好多的岩浆 就在这个附近 来制作我的桶子吧 只要做出一个桶子出来 我就让那个小偷知道 他的方块房子 对我来说 根本不管用 把这些岩浆 交到他的房子上面 你最好给我出来 不然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不动手了 那就让你永远出不来 我在你后面 准备接招吧 完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贫穷的日子 我已经过了这么久 宝箱里面也只有这样 普通的装备 我要出去寻找更好的东西 先从村庄里面寻起吧 真是太多的疑惑了 前面立着一个超大的 盔甲传送门 这到底是谁弄出来的 看着也是很壮观的好吗 或许里面才是宝藏的聚集地吧 可算是被我找到了 盔甲传送门 嘿 努比 你说这个是盔甲传送门 你最好不要跟进来 这个可是我先发现的 肯定要进去 这个里面也太豪华了吧 超级多样的盔甲套装 你居然还不让我进来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客气了 看见 努比居然直接把我给送走了 真是太可恶了 我真的好气呀 努比你这装备 哈哈 我就先走了 你倒是留一些装备给我呀 可恶 真是跑得够快 既然你不忍 那就别怪我不一了 他的房子就在这里 等到天黑 让我来悄悄的 就是这个地方 努比已经睡着了 现在轮到我来表演了呀 箱子里果然拿了很多的好装备 现在轮到我来过去了 先传着钻石装备 是谁进来了 准备接招吧 可恶啊 我又被欺负了 真是越来越难了 现在带着我的普通装备 出去转悠转悠吧 这个人不是努比吗 你这是怎么操作 一下变成了大土豪啊 不行 我要跟着过去看看 这边怎么又有一个土豪啊 是隔壁的老王 他们一个比一个有钱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在这可看着 卧菜 这个更加厉害 直接是炫彩套装 真是够令人羡慕了 越来越霸气的装备 这个人居然还在给我发装备 不过这些装备 你们也太拉垮了 这明明就是在嘲讽我 真是可恶的家伙 跑得倒是挺快的 让我看看他房间里面 好多的TNT啊 别人先让我带着 多不定能够用的 我也来制作一个TNT衣服 就是这个样子 走火了 太后爆炸了 哈? 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